3月29号杭州的小张接到一个电话 说是他父亲出了意外 情况危急 事情发生在杭州大江东江南大道靠近横一县附近 小张的父亲在工地上班 3月29号中午从工地出来回家吃饭 路上出了意外 受伤是我父亲 发生事故是那个3月29号 小张拿出了事发时的监控画面 当时小张的父亲骑的电瓶车从工地的小路出来 刚到江南大道路口准备向西管 这时另一辆电瓶车在江南大道由西向东逆向行驶过来 两车相撞 小张的父亲当场倒地 被送往大江东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下来 小张说他最担心的还是昏迷不醒的父亲 现在就一直在昏迷当中 然后就生死不不不 不知道了 还不稳定是吧 对对对 做了哪些手术的 两边开颅手术都做的 都做的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最最差打算就是 叫这个人走了吧 然后最好的打算就是 如果最好的发展方向就是 他变植物人了 植物人是最好的可能性 对对最好的植物人 对 小张说他父亲还不到60岁 他们想经历救治 住院这几天已经花了十多万 不严重不严重 他还好吧 他鼻梁鼓然后往上松一下 这个有稍微有点 也不是很严重 但是肋骨有一根针断掉 然后眼睛这边左眼嘛 左眼有点丑 他是在哪个医院 在这个大加东医院 就在这个医院 对对 在楼上 11楼 跟他们反正我们一直跟他们交涉嘛 他们一直没有一个答案 他们反正也不想 先电子 因为这个医药费后期真的很大了 现在前期都很这么大了 后期真的有点那个受不了 小张带记者来到住院楼11楼 希望和对方协商 能否先垫付一些医疗费 小张提供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本来呢 我医生医院里面住下去的 要两天都会停一天 所以我呢 医生今天吃烟呢 我整个人 我来想住到河站来 稍微停一点 您的意思是说 您的经济场有困难 对啊 因为我本身房子 刚刚去年照过 房子照过肯定钱没有了 看见到现在呢 也没什么钱赚 我现在我也在想办法 不是交警队也打电话过来啊 我也在跟他讲 我说过个一两天 多多少少 我想听办法 给他们去交一点 我有一个讲话 后天他给我送一点过来 我说如果他送过来了 我马上给他送过去 毕竟我自己口袋里面没有呀 口袋里面有 我可以说我有 马上有对不对 小张的父亲在大江东 保龙广场公里上班 继续来到事发地点附近 发现工地两边的围墙 已经拆掉一半 视野比之前开阔了不少 小张说 他希望工地上能给予帮助 我们也别说 不是别说 注意人到这个 我叫我到工地 然后我爸注意了解过 我呢 就是说 我先把医药做这个 先把医药给医药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 对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产生 解答 好 好 啥 对 感谢观看